每年生日 娘总叫我许下三个心愿 现在私下无人 我便和老天爷说了吧 我第一个心愿 希望爹爹和娘率领人马 会同各路英雄好汉 击退来犯的蒙古大军 使咸阳城百姓得保安康 第二个心愿 希望我爹我娘能够身体安泰 事事趁心如意 第三个心愿 盼望神雕霞杨过 和她的夫人小龙女 能够早日团聚 大头嘴叔叔 什么叔叔叔 喊我大头鬼就是了 神雕霞让我先来告诉你一声 怎么 大哥哥不来了 他明明答应过我的呀 我不是说他没答应你 我是说他不是不来看你 你说话不明不白的 这个也不是 那个也不是 吓死我了 神雕霞说 他要亲自给你准备三件生日礼物 所以要来吃一些 我倒希望他能早些来 不要费心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这三件礼物啊 第一件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件嘛正在办 第三件嘛 你就等着在丐帮大会上看好吧 哼哼 我本来和姐姐赌气 说不去丐帮大会了 既然大哥哥这样说 我就和你一起去啦 好 咱们走 走 哈哈哈 武功不是名门正派 邪门的很 还真热闹 哎呃 这炒成那个 就是你姐夫耶利奇吧 哎呀 大哥哥怎么还没来啊 是啊 各位英雄 各位英雄 我们丐帮心里帮主 固然是喜事 但也比不上 歼灭敌军的大事 来人哪 把酒水拿上来 咱们今天好好干上一杯 对 好 郭大侠 黄盟主 料事如神 兄弟们佩服他真是无体投帝 干 干 干 来 各位 干 干 干 大家别喝 传往号令 掉两千公斤头 所有兵是爷爷的 都不要乱 大家不要喝 太怕了吧 哈哈哈哈 你的第一份礼物到啦 爹爹 是我的朋友来跟我记住生日的啊 什么 你的朋友 对啊 就是他们 对啊 就是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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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好 好 大偷鬼 真的是 许家叔叔来了 是不是 大哥哥让他们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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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啊 香儿 他们都是冲你来的 郭大侠 黄帽龙主 各位武力英雄 万寿山庄 石家五兄弟 奉神雕霞之力 前来向郭二姑娘助寿 贡献受礼 多谢石家五位叔叔了 你们大家刚来了 还有你 十三叔 你的背影都好了 十三叔 你的背影都好了 十五叔 你的伤也都好了 多谢姑娘的关心 看看 全好了 请看 这是什么呀 神雕霞送给郭二姑娘的 第一件事 生日礼物 我猜这里是小狮子 或者小豹子 要不然就是小老虎 是不是啊 嘿嘿 过来看 这些是神雕霞里所为 替我谢谢神雕霞里 啊 啊 这真是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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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 啊 啊 神雕霞说 郭二姑娘身在襄阳 今日是她的十六岁生日 蒙古兵 进港无礼地前来襄阳 岂不是吓坏了郭二姑娘 实事非杀不可 对 只恨 他们势大 不能进驻 因此率领豪杰 杀了她 神雕霞现在何处 神雕霞现在何处 想到一队打赢 会被在和尚我的手下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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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雕霞祝贺郭二姑娘寿臣 送上第二件礼物 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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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儿 这不是达尔巴吗 他怎么会来这儿 大哥哥怎么送个大胖子来给我 他自己呢 国二姑娘 这胖子会变戏法 神雕霞叫他上台给你变个戏法看 真的吗 对 想 cioè humanitarian beraber 潮 这牢子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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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te FF 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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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兄弟休得鲁莽 这位是本邦未来的帮主 大家看这是什么 狗棒 这不是咱们帮主的大狗棒啊 大狗棒怎么会在拐杖里 娘 给你 何时我暗算齐儿 明明藏有冰刃 屡屡遇险 为何硬是不用呢 外公 香儿 真像 真像啊 能不像吗 一个是小东邪 一个是老东邪 当然像了 你的外号叫小东邪 起初只是姐姐这么叫我 后来大家都这么叫了 邪有什么不好 不要像你爹那么愚笨就好 好好 邪都好 好好好 大头鬼呢 他跑哪儿去了 他会不会已经走了 肯定不会 爹 你看 他在那儿呢 这算是什么人呢 真是的 香妹从哪儿接生那么多奇怪的人 哎 香妹 是西山一枯鬼 恭喜姑娘 康宁安乐 博寿绵延 这是神雕侠命我们送来的第三件贺礼 多谢你们大家 请收下这第三件礼物 不会又玩什么花样吧 不是 很好看的 太好了 你说这第三件礼物 会是什么 来 啦 哎 哎 哎 你看 好多谢 好漂亮 你们看 你们看 快看啊 好美啊 二姐 你看 多美啊 多美啊 好啊 好可怕 好 Alpha 好 肉 bas eats 刚才 Nobody 靖哥哥 看南洋着火了 不错 正是南洋 岳父 你看 这是沈娘家送给官儿姑娘的第三件礼物 烧了蒙国二十万大军的粮仓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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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大哥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走 爹 娘 这就是我要等的大英雄 神雕侠 孤儿 原来孤儿就是神雕侠 孤儿立下如此奇功 当真是大宋之福啊 王大主 江儿杨过 向郭伯母 郭伯母 磕头了 快起来 过儿 你和香儿准备这三件礼物 实在是辛苦你了 没什么 我也是趁着小妹妹过生日 学着郭伯伯的样子 为香阳百姓尽点鸣薄之力而已 真是后生可畏呀 爹爹 你和过儿是一块来的吗 飞爷 那日我正在洞庭湖上赏月 哭听有人中夜传呼 来访烟波调走 说是有个什么神雕侠 要他赴香阳一会 我老头子就担起心来 生怕这件事情 会对我的好女婿好女儿暗中不利 于是就悄悄跟了来 没想到 这个神雕侠竟然是小有阳过 早知道如此 老头子何必这么操心呐 本邦帮主不幸遇害 多亏了神雕侠之功 解破霍都的奸谋 多亏了这打狗棒 为我们报了仇啊 如果神雕侠不嫌弃的话 本邦愿奉神雕侠为 叶吕兄文武双全 英明仁义 又是我西年的知交好友 由他来出任归帮的帮主 定能继承轰黄鲁三位帮主的大业 今日英雄大会 本来就是要以胜负定帮主 叶吕兄力错群雄 赢的是正大光明 无人能敌 由他出任帮主 定是众望所归 好 老汉要是再多说的话 那就感到多舌了 那么就请皇帮主赶快主持吧 爹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来 好 行驾大力 承抢不若 放股敬畏 奉阳在门 行驾大力 奉阳不若 放股敬畏 奉阳在门 行驾大力 承抢不若 放股敬畏 奉阳在门 行驾大力 行驾大力 今日比武定夺帮主 一律渠武功出众 胜得光明正大 人人佩服 丐帮公选 一律渠为本帮第二十一代帮主 爹爹 你看 他们怎么往姐夫身上吐口水 那是该帮的傍规 那是该帮的傍规 每当新帮主继位 都要行此礼 向儿 你外公呢 外公和大哥哥一起走了 什么 那可糟了 你来是来了 可是这么快就走了 ~!! 你呢 你呢 你只能什么 请自愿 Hunt 没有 我很好 香儿 你是不是 在想你杨大哥 娘 你和爹爹 是不是从前 就认识杨大哥了 你杨大哥的事情 说来话长 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慢慢跟你说 你说吧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孤儿的祖父和你的祖父 是结义兄弟 后来你爹爹和孤儿的爹爹 也拜了兄弟 孤儿的爹爹任贼做父 卖国求荣 最终死亦非命 孤儿的母亲 也因病去世 孤儿很小就成了孤儿 无依无靠 浪迹江湖 有一次 我跟你爹爹出门 在路上遇见了孤儿 就把他带回了桃花岛 这么说 杨大哥小时候住在我们家 孤儿的孤儿的祖父 孤儿的孤儿的孤儿的孤儿